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26刀中 致命一刀是左胸 靠近心脏处 胸口还有两刀 都是猛力插入的川四刀伤 冯某虽坦诚杀人 但诚是早受攻击才反击 并以精神疾病抗辩 主张杀刘时已失去行为能力 基隆地院判他12年徒刑 检方和冯某都上诉 冯某表示 遭刘某长期虐待 害他精神崩溃 并指自己卵巢水肿 骨疼腔发炎 都是刘某踢的 近日开庭 他又突然变称 刘某曾经找了三个男人强奸他 还叫他减肥去赚钱 辩护律师趁他释出于防卫而反击 本案应是伤害致死 而非杀人 应轻判 公诉检察官则痛批 死者被刺杀 26刀后 冯某固步一阵 将死者拖到卧室 他心思缜密 根本没有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 再者 冯某情节付报案 已是事发 二十小时后 不能算是自首而减刑 原标题 26刀同死40公斤男友90公斤壮腹 他找人凌辱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